打卡上班還要準備開會內容 工作資歷九年多的Helen 過去在海外工作也換過幾家公司 對於自己職場應變跟適應能力 也慢慢增強 我自己的年資大概是九年左右 那我其實經歷過蠻多工作 因為我其實在國外有生活 跟工作過一陣子 在新加坡 在美國 在上海 然後在台灣 所以我其實轉換過蠻多 那在當中就會發現一些 職場倦怠的時候 過去曾經因為工作壓力大 而引發失眠 導致身體健康出狀況 最終人得找到職場上的解決方式 慢慢克服 所以首先會有的就會是失眠 然後再來就是身體會開始出狀況 會一直感冒 然後可能會到嚴重腸胃炎要住院 其實都有經歷過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身體 會帶給我們的反應 然後可能會早上起來 都會覺得沒有動力上班 那下班的時候也會覺得 我為何而活 就是真的很嚴重的時候 是會產生這樣的生理跟心理上面的狀態 現在上班族工作都非常的辛苦 尤其現在科技數位的工具非常的多元 所以下班之後還可能會收到工作上的訊息 會導致生活跟工作的邊界感是越來越模糊 就可能會引發職業倦怠 像是工時長或者是工作壓力變大都可能是主因 現在生活職場節奏快 職業倦怠的發生比例逐年都在增加 而職業倦怠這一次在2022年1月 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納入國際疾病分類 定義成為一種職業現象 從心理到生理還有行為都會受到影響 那生理就會出現哪些症狀 比如說你就會睡眠障礙 慢性疲勞 甚至就肌肉痠痛 消化不良 最嚴重的甚至免疫力下降 心理方面 就是會失去動力 可能你就會比較 沒有對過去感興趣的東西 現在變得不感興趣 這就是心理方面 其實最常見的症狀就是失眠 免疫力下降 還有出現情緒不穩定等等 但很多人可能難以察覺 因為剛到新的職場環境 可能會對工作充滿熱情動力 但是一旦工作時間 壓力不如預期 沒有獲得成就感 再加上外在因素 主管同事的相處狀況 都可能從蜜月期轉為慢性壓力 最終進入倦怠期 可能在蜜月期的時候 你可能要開始去反思 你現在在做這個內容 或者工作內容 是你所嚮往的嗎 你未來是想要持續 做這份工作的嗎 可以有一個小小的反思 那接下來就是 可能也可以跟 就是朋友在討論的時候 不要一直不停的分享 工作上面的一些 負面的一些回饋 可以進一步去討論相關 可能對方在工作上面 沒有做一些更特別的一些努力 一旦長期處於慢性壓力 倦怠影響生活品質 甚至嚴重影響健康 得及時補救 找到工作上的解決方式 或是休假時 減少跟工作有連結的事物 你可以嘗試著去找一份 你或許還有那麼一點點興趣 可以激發你動力的工作 去改變你對工作的目標的期許 不要把目標讓人那麼高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從你的生活跟飲食習慣去改變 也許可以養成這個運動的習慣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運動會讓我們腦內飛上升 你在運動後會這個腦內飛會讓你的整個身體的荷爾蒙 整個調節機制都做一個改善 那最後一點我個人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嘗試著給自己一段時間放一個長假去旅遊吧 回來再重新開始 除了自己找到調適方式 企業端也能做出補救 像是安排員工教育訓練 在面試時得如實呈現工作內容 避免到之後有落差感 也要適時調薪提升員工福利等等 企業主可以開始思考 或者是說從小地方開始做起 就是我們可以提供定期的一些 讓員工自己去評測自己近期的工作的表現 或者是說對於生活上面的一些思考方向 那相信透過這樣自我檢測的工具 也可以讓員工可以去了解 他們現在對於質疑上面的一些困惑跟反思 求職者得找到自己擅長的職務 公司也得祭出完善的管理 畢竟全球缺功難題下 每一位人才都得好好珍惜